战国初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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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多高山 外有黄河 所以从地市上来说那是很好的 春秋时候就叫做表里山河 所以你只管打 表里山河比武汉爷 地市上占优势 但是它山高田少 它的农业生产仅仅够自给自足 没有多余的 经济来源 军费开支 就是就靠这个地方啊 产盐 在春秋战国时代 这可是个能赚钱的东西 所以卫国呢 就靠它的盐 盐盐 就是从盐石里 地底下挖出来的盐 这样行销周边各国 所以军费开支 有来源 这国家绝对是不负 但是一定说贫穷到什么程度 那也不至于 但是如果这个国云 得过且过 显然 魏国永远的名不见经传 但是魏文侯 他有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魏国 东有齐国 西有秦国 北有赵国 南有楚国 出于强国的包围之中 强国强敌环思 不敢稍有马虎 不敢掉以轻心 魏文侯 他考虑的是 咱们魏国出于什么地方 咱们必须啊 想办法 使我们的国家 富强起来 才能够利于不败之地 这确实是一位 劫持的国君 既讲德 又讲能 既讲仁义 还要讲战争 所以他的特点 首先我们归了出来 一个是他讲诚信 再就是有远见 所以讲诚信 这个很重要 一个国家的国君 如果不讲诚信 他是无法立足的 所以孔子就说过啊 明无信不立 一个国家 如果得不到人民的信赖 不讲信义 这个国家就玩完了 他不能成立 魏文侯 他首先 他的性格特点 第一就是讲信义 大的地方讲信义 大的事件讲信义 小的地方 小的事件 小的人物 照样 要讲信义 言必行 心必果 有那么一次 魏文侯和一个管山林的小官 预约了 后天我来打猎 当然国君已预约 人家做准备啊 但是到了打猎了那一天 魏文侯和他的臣子们在一起喝酒 喝得很痛快 酒憨而热 而外边呢 下起了瓢泼大雨 这还打什么烈啊 自然就取消了 喝酒喝到正憨 正高兴的时候 魏文侯突然呢 站起来说 我出去办件事 左右就问他 说这么大的雨 您到哪儿去办事啊 魏文侯说 我和那个管山林的渔人 管山林的小官 约定了打猎 今天不去 必须要去取消 不然的话 就不受信用 所以呢 立刻把酒席撤了 自己去 找到那个管山林的小官 咱们今天预约的打猎 取消了 其实你也知道 你不能来了 你不来也没事 但是一个讲信仪的人 即或是在 喝到酒憨而热的时候 这事儿 就最容易挖扑 就在这样个事儿 魏文侯他还记得 就对这么个小人物 他还要守信仪 就这么个小事件 他也非守信仪不可 所以你就可以推论 这样一个国军 在国家大势上 向来是言必行 行必果 再就是魏文侯 很有远见 远见着实 高于一般的人 我们说 赵魏海三家分禁 首先我们看看 这个赵国和韩国 他们国军 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他们就觉得要继续打下去 他们的两国啊 分别来拉拢魏国 韩国先找上门来 说希望我们合作 我要借你的兵 咱们攻他赵国 魏文侯说赵国啊 那是我的兄弟啊 恕不从命 我不能够借兵 我不能参与 接着呢 赵国又来 找魏文侯 说我们一起攻打韩国 怎么样 魏文侯的回答是 韩国那是我的兄弟 恕不从命 这个赵国 韩国的国军 非常气愤的 都是恨恨地离开 但是过了不久之后 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 韩国知道赵国也去过 赵国知道韩国也去过 而人家魏文侯 回答的是一样的话 咱们是兄弟 不能打 所以他们就了解了 魏文侯的胸怀 就是说 不愿意赵魏韩三晋之间 再发生内火 再发生窝里斗 而应该结成一个新的独联体 这就是赵魏韩三晋独联体 或者叫三晋联盟 三晋联盟 将会比原来的晋国更厉害 更强大 但是如果三晋互相斗呢 你要知道 东方的齐国 南方的楚国 西方的秦国 都在等着你们斗了 所以那就是 一个共同的毁灭 等待者 所以这个魏文侯的远见 他感动了赵韩两国 这一点非常重要 正因为有这个三晋联盟 所以秦国也好 楚国也好 齐国也好 都不敢轻举妄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能够海纳摆摆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能够海纳百川 今世之用 什么人都可以用 出身贵族的用 出身平民的用 出身华夏的用 出身荣敌的 我也用 有个好名声的人用 没有好名声 有本事的人 我还是用 这就是魏文侯 他用的人 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他的国相 叫做宰谎所举荐的人 他用了一些什么人呢 李辉 吴起 岳阳 西门豹 谁有能力 都奔他而来 他都推进过国军 这是一帮子人 最有实干精神 可能出身的都是平民 另一位 是魏文侯的弟弟 推荐的什么人呢 都是一些智学的人才 有布子夏 田子方 段干部 布子夏在孔门里边啊 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 他不仅仅是七十二高祖之一 而且呢被称为 孔门十责 十位责人之一 这十位责人各有特色啊 子夏 也就是这个布商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是做学问 孔门里做学问的两个 说文学 子游 子夏 这个文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学 而是指呢 儒家学术 先秦 两汉时代 就把这文学啊 拿来指儒家学术 做学问呢 研究儒家学术的孔门七十二高祖里边 就有两个最突出 一个是子游 新言言语的言言 另一个 就是子夏 但是呢 后世啊 传播下来的孔门的学术 子游的 几乎指不出来 能够说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子夏的 子夏呢 在孔子去世以后 他就教授以西河 子夏呢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魏国占领的 秦国的领土 黄河以西 黄河以西 叫做河西 在这里啊 这个 聚众讲学 所以这个呢 称为西河学派 关于西河学派 过去没有学派这个说法 但是子夏呢 教授与西河 这可在史记里面多处啊 有记载 不子夏 在西河教授 聚众讲学的事情 西河学派 那和孔门弟子 有区别了 他的弟子里面 可以坚守并容 什么人都可以 暴露 所以 像这个吴起 他既是个儒家弟子 他也是法家的 同时他还是一个 著名的兵家 像那个 李辉 他就是一个法家 出自儒家 成为法家 还有秦谷李 秦谷李这人 明明他就是 子夏的弟子啊 但是后来 成了末家的首席弟子 所以子夏这个人 他非常宽容 他的弟子呢 也什么人都有 而这个做法 就是子夏教授西河 这对秦国来说 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因为秦国的文化 和中原华夏文化 是很有区别的 而且呢 秦国从来 都是尊重 这个中原文化的 尊重 甚至于是崇拜 所以有孔门弟子 在这里办学 这哪是我们 用于武的地方啊 这秦国人派兵去 攻打 这个子夏的西河学派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是魏国 文化上 对秦国 实行的一种压力 因为魏国 哪不好办学呢 办这么一个 社会研究院也好 是一个学校也好 你办在河东哪不行啊 他偏偏办在河西 办在原秦国的地方 对秦国 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啊 对魏文侯来说 不仅仅是 跟他出一些国策啊 国事方面的建议 更主要的是 辅助道德 辅助他本人的道德 也辅助他的儿子的道德 比如说 魏文侯是个特别喜欢 音乐的人 有一次 田子方和魏文侯 饮酒 一饮酒 人家就要做音乐啊 做了什么呢 编中的音乐 这魏文侯的音乐啊 有天赋 他一听就说 哎呀 这音乐不协调 左边的偏高 田子方听了以后 就笑了 这一笑魏文侯 就问你笑个啥 田子方就说了 我就听说 圣明的君主 好官 昏运的君主 好月 您的音乐 如此精通 我就担心你输于 官员的管理了 就这么几句 闲谈 魏文侯说 说得好 就这些人 经常跟他说一些 在一般君主来说 不愿意听的 真言 他愿意听 这就能辅佐 和监督一个国君的 他的道德 和他的行为 可能另一位 在川弟子 也就是 紫下的弟子 叫段干木 这个段干木啊 他与人不同的 他原本呢 就犯牲口 犯牛马 他也会 很会盘算的 在古人看起来啊 这个做牛马生意的 那都是品质不高 其实这个经商 他无所谓高低的 但这个段干木啊 有一个特点 自从跟着紫下之后 学到了孔门的 那些知识 道德礼仪 所以呢 他行自己的一套 愿意学习 提高自己的修养 但是绝不与诸侯往来 这个人不和诸侯往来 不求民 亲富贵 傲王侯 不成与诸侯 也不求见诸侯 慰文侯 越听说段干木是这样 就越想见他 越想交个朋友 所以白天你躲吧 我夜晚来 慰文侯夜晚 去敲门 这个段干木啊 一知道是慰文侯 他干脆啊 从后院翻墙跑了 不见 这样一个人很有个性 很有独立的人格 这样一来 慰文侯说 您不见 归你不见 但是我还在表示我的礼节 所以每次自己的车 要路过段干木的门口 总是要在车上行李 位上不适 是车行的横目 由于专门行李的方式 每次路过段干木的门口 都要行李 终于感动了段干木 段干木 最后接近了他 段干木啊 见到慰文侯的师儿 站着怒着谈话 这个慰文侯不敢坐 站着谈话 一讲半天 你还妹不累啊 他很恭敬 但是回到朝廷的时候呢 他的国相 就翟黄也来跟他谈话 这时候慰文侯啊 就往那一坐 两腿一分开 就这样呢 和翟黄谈话 翟黄当然心里不高兴 说您对段干木 是那么尊重 谈话就站着谈 不嫌腿疼 您跟我谈话 这两腿一分开 就这么坐着 一点礼貌都不讲 一点礼节都不讲 慰文侯说 你们俩人缺乏可比心 说段干木先生 以道德为先 而我呢 以权势为先 势力没有道德高贵 财富 总没有这个品行高贵 所以我佩服他 敬佩 所以我跟他谈话 是那么恭敬 但是你想想啊 段干木 给他官做 他不做 给他财富 他拒绝 他啥都不要 你就不同了 说你 宅皇 你要官 位在国下 你要事 要权 位在上亲 你要什么 搁什么 你要的都得到了 你还给我计较礼数 我还没站着 跟他谈话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段对话 我们重重看出 在温文侯那里 他们军臣之间 谈话非常随和 臣子可以指责国君 你对我不够礼数 这国君说 我为什么对你不够礼数 大家谈好非常的随意 没有叶子藏着 有什么话 直接说出来 说明他们这个朝廷 君臣之间和谐相处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海纳白川 金石之用 所以金石之用 才是关键 收拉这些人才 没有作用不行 这每个人 都得发挥自己的作用 所以具体的 就表现在 魏国是战国时代 第一个实行 变化革新的国家 而主持这个魏国 变化革新的人 是李亏 那么李亏 变化有哪些方面呢 我们看看 第一是制法律之典 第二是进地利之教 第三是秦平敌之法 第四是夺英明之路 第五是建武族之君 这五条 制法律之典 李亏制定的法典 也是中国第一部 正式法典 一共分为六篇 就是六个部分 因此呢 这个李亏 也被认为 是中国制定法典的 文字根据的 一个创始人 所谓尽地利之教 也就是强行命令 全国的农夫 咱们土地少 每一份土地 都能让它充分地发挥作用 而且呢 讲究套重 因为望天收 各种植物 在自然间 有不同的生存的特点 套重几种植物 哪一种受不住干旱 它死了 还有受得住干旱的 哪一种怕水烙 它死了 还有不怕水烙的 让土地的每一分 都发挥它的作用 尽地利之交 第三呢 新平地之法 也就是丰收之联 国家就要购买粮食 把它储藏起来 到灾荒之联 把这粮食卖出去 这粮食呢 定价要合理 如果价定的高 就伤民 伤什么民 伤到市民 买粮食吃的市民 伤了民 市民受到伤害 必然会逃跑 如果粮食价钱定的过低 就会伤害农夫 伤农 农民就不愿意种粮食了 所以他行平地之法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尤其对一个粮食 刚刚够自己的国家来说 非常重要 第四 夺银民之路 所谓银民之路呢 就是有些不干事的人 贵族 都是想自己要获得哪些特权 要不做事 这样的一些不干事的 成为银民 夺掉他们不该享用的俸禄 用这些个财富 来供养军队 最后一条 那就是 建五族之军 五族 是为国特有的 一种特战部队 首先选人的时候 就要选那些 力气大 身体壮 经得起 那种 艰苦的训练 而且呢 训练出来之后 让他们 身上可能要背上 相当于现在的 一百多斤的重物 粮食 弓箭 刀枪 而且行军呢 半天走上上百里 一到目的里 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 只要你选定 你做了五族 要隔离家里 一份土地 我们可以想到 这也是个麻烦 五族年年要招 精神要训练 战争中 就会有牺牲 年纪大了 就会退伍 但是我们的土地呢 确实有限的 就这么多土地 你就招兵 也会把土地封光 所以后来 这也成为一个弊兵了 但是对当时来说 振兴魏国 使魏国强大起来 是很有作用的 有了这几条 所以魏国迅速地 强大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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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基层管理方面 卫国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西门报 在史记里面有一篇古籍列传 这篇里面的西门报制业 就取材于战古策 是广卫流传的 说西门报这个人派他去制业 这在河北荷兰交界这个地方 西门报到了业县 首先走访地方的长老 然后了解到这地方民不聊生 什么原因呢 说地方上为何博取富 每年都要取 不仅要取富 那么借这个名目 就广泛的向大家摊派 所以老百姓为这个摊派 就弄得一家一家的民不聊生 而且地方官员 连连收挂名字名高 连连为何博取富 而且还要牺牲民间的女子 对这样一个事 西门报并没有说 咱发布个命令 不准为何博取富 那不仅仅是在官员反对 他还会挑动老百姓 不用何博取富了 再发灾 你负责 所以这个西门报决定来一个 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说这好啊 为何博取富的事通知我 我也去 到了那一天 为何博取富 西门报去了 去了后 先看看这媳妇长得怎么样 看完之后说 这媳妇不漂亮 不行 那对不住何神的话 还会出事的 所以现在先报告何博一下 说明情况 我们再选个好的送去 于是呢 就把地方上的山脑啊 还有那个巫师啊 巫师的弟子们啊 就一个个分别的往下扔 扔到河里 当然扔一个就扭走一个 扔一个又扭走一个 谁不知道啊 那么人去扔来 说他们办事都不利啊 说个话说不清楚啊 找个明白人去吧 然后叫扔地方官员 庭园豪章门 一个个在地上扣头 倒扇般的扣头 扣得头破血流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谁提个何博取富 西门报就这样破烂迷信 然后呢 发动百姓 支派官员 新修水利 修了十二道局 解决了这个水利的问题 西门报之业 治了好几年 结果成了一个叫做四五县令 四五 粮库无存粮 府库无存钱 兵库无甲兵 官府还无会计 这些情况 早就有人 上报 告状 告到魏文侯那里去了 那么魏文侯 就亲自出来 到夜县进行一次调研 调研的结果 正好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四五 啥都没有 于是把这个新闻报叫来 说宅皇命令你来治理夜县 你现在只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请你做个解释 如果解释了 我们听得过去 就把他 如果你的解释不通 马上杀了你 西门报不慌不忙啊 他就做了这样一回答 说做王的主子 要赴让老百姓赴 王国的人 这种国君 赴的就是库 收割名字名高 放在仓库里 我这里确实 仓库里啥都没有 但是我的老百姓赴有啊 老百姓赴有 我现在一声号令 老百姓组成的军队 一军一名 马上就会排列是军队 仰草也一律就跟上 说完之后啊 西门报一通谷 没下来 老百姓全副国庄 排斥了港列 二通谷吧 二通谷 敲完了 后面的老百姓 运粮草 全部就到了 粮食就到了 一看到这个样子 问问后 什么都明白了 所以说 爱情可以停了 我知道了 你没错 可以停止了 西门报说不能停 我这样训练老百姓啊 可不是短时期 训练是这个样子的 长期训练 才能够这样 两通鼓雷完 咱们马上就可以开赴战场 杀敌 如果这一次雷完鼓 雷了两通鼓 队伍来了 梁草来了 咱们全不用 大家解散回去 这叫忽悠 忽悠一次 我前面的功劳 是前功尽弃 所以这个燕国 对我们有威胁 我们早就想打 现在一集合的军队 集结了梁草 就去打吧 于是呢 就发动 对燕国的进攻 收复实力 达到了目的 为过海拉白川 精实致用 迅速崛起 发奋图强 这样 靠这些人 是不是就可以锁住 日益强大的秦国 让他不过黄河呢 恐怕还不行 是不是说 有紫下的西河学派 住在那里 跟秦国 以精神的压力 他就不顾黄河呢 恐怕也不行 那么 那么真正锁住了秦国的 还是一位 军事才能 卓越超群的人 这个人 只要他住在西河 秦国就没法东南 那么这个人 是谁呢 他的一生 充满了传奇色彩 要知这个情况 咱们请关注下集 谢谢